历经六年工程时间 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路段 将在农历年前正式完工 而今天隧道内部也抢先曝光 开进隧道 苏花改才单线设计 未来通车后 渴望缩短行车时间20分 从苏澳隧道开始 一路经过白米景观桥 接着进入长达三公里的东澳隧道 模拟隧道内发生火紧 火是烟烧 但浓烟却不会乱串 反倒集中在隧道顶端 就是因为苏花改 采用全台手座水雾排烟系统 东澳隧道里头 配备了全国手座水雾 以及排烟系统 能够达到在2分钟内启动 3分钟内能够达到降温效果 5分钟内就能把烟雾全部排除 人员分离 靠的就是每300公尺一组的 喷流风机 沿线水管更能洒水长达40分钟 最后再靠排烟闸门 将浓烟全数排除 农历年前 一定要 一定要从车 交通部长贺成旦拍胸脯保证 农历年前能通车 但苏澳居民却是挫了一旦 因为过去走苏花公路 车辆能走台2和台9县分流 但未来改走苏花改 车辆全都挤进台9县 恐怕就会让苏澳市区陷入交通黑暗期 因为你看你这一条 它小啊 它是单线道而已啊 你看它一塞两线都不能通 江当的段落 它并没有跟着去拓宽 受到地形啊 还有其他拆迁上的限制 当然也并不说 我们就把它当成说那就塞吧 那就怎么样也不是 我们在前面就会有 适当的一些分流 承诺会做主准备 一旦看看苏澳市区 连接苏花改路段 却会行进像这样的单线车道 未来是否能承受庞大车流 还有待苏花改正式通车后考验 接着陆宏网富民S小组 一栏报导